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疫情还没结束 但通过我的视频 观众都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在继续 美国的内部问题很多 中美关系实际上是 美国内部问题的一个牺牲品 尽管美国的谎言很多 但是我们呢 未对谎言呢 我们还是要三个回归 我之前一直都想要三个回归 就是回归事实 回归科学 回归理性 从疫情到现在 口罩慢慢地摘去 中国也在慢慢地回复 我们的镜头 也记录下来了整个过程 从一个没有人的媳妇 到现在走路都堵持了媳妇 从一个没有人的外堂 到现在只能看到人头的上海外堂 所有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也是让我有了 露气袖子加油干的努力 我觉得啊 疫情爆发以来啊 西方媒体的集体表现真的 令人失望 美国舆论对阻止错误的防疫路线 基本的媒体作用 过去呢 我们都以为西方舆论很厉害很厉害啊 现在发现呢 他们怎么好像也挺怂的 很无力 所以呢 我们 疫情如此惨烈 西方媒体去哪儿了 啊 By putting people first China was able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while guaranteeing a remarkable economic recovery Somewhat ironically those countries that put profits before people have seen devastating crashes and profound protracted excuse me crisis the very thing they were willing to sacrifice lives to avoid To save face and rehabilitate themselves from this embarrassing catastrophe The Spring attempts to undermine China's efforts continue in this vein The country's undeniable achievements are criticized as unrealistic by nations who stood by and allowe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die 在国际舆论场 创作讽刺化 来表明态度和观点 有着意图 盛千言的效果 这正是当时一些 美西方政客 不遗余力的 丑化中国 编造谎言 自欺欺人的一个写照 作为一个中国青年 在国家遭受 诋毁和污蔑的时候 我会义分天鹰 在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 我会兴高采烈 人类想要战胜新冠病毒 并非天方夜谭 只要摒弃政治操弄的邪路 建立其广泛的信任和共识 在全人类携起手来的信任中 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就必然能够以 安全二字展开新的一页